小步法是不是比大步法快 这个问题问的比较高级 那你们知道这个步子小跟步子大 有什么好处吗 比如说啊 陶田螃蟹步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放完一个网 它不是这种撤步 因为它有守网的任务 可是呢 如果放一个网 它站着不动 别人挑选 它又会丢位置 那它这个时候呢 就是用这种 小的撤步 去进行回撤 那就是小步子嘛 它有一个什么优势 随时可以启动 随时可以启动 你比如说 这一步迈着打了 假如说啊 用个后脚叉扯 这时候人家回放了 它再上去扑 那这个时候启动就慢了 也就是说 你当你把一个脚灯 跨在空中 或者迈出去的时候 你是没有什么机动性 懂不懂 但你步子小就不一样 而且单纯的 从这个速度上来讲 我记得那时候 很久以前吧 等待直播间做个试验吧 我让慢热做倒退步 极限 和做马来步极限 结果倒退步 比马来步还要快 为什么 你倒退步是 是什么 是步子小 但它贴着地走 它其实不慢的 马来步呢 看着是步子少 但它人好多时间在空中 好多时间是在空中 而且它就不太好启动 你要说问哪个快 不一定 但是你要说时机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可以告诉大家 参考我的 因为这是我和打球 很多年的经验 我的步法是如何组合的 它跟我每一个技术 是配套的 你比如说啊 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在中半场 选择一盘沙球 我会选择什么样的上网 来 我选择了个什么步子回味啊 一个小的并步 为什么 这个时候我都交叉步 万一它挡斜线了 变相了 抽重复后场了 怎么办 然后就不得不输到 我两步一冲了 我两步一冲在哪啥 底线或者底线外 对吧 杀完 来我按刚才那并步来一个 杀完之后一个并步 你人猜到哪啊 再来一个 使劲发 接快点 我一个并步连中场都没到 你说这时候用小步子行吗 还有人 这个时候还选择并不回味 那你这个杀球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的现实就是 我只有一步的机会 我落地一步 只要能到中场就是好的 不用怕什么 他抽后场怎么办 我现在打完一个球 我一个跳灰过来 我直接往前做一个打交叉步 也就才卖到中后场 这才是中场了 这是中后场 因为我离底线就一步了 懂吗 我才到这儿 他就算抽后场是个高的 他能怎么样 就算他变斜线 能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我需要是交叉步 肯定是交叉步 那我杀完了之后 我这一步落地 他就肯定接招球了呀 看到是往前 那这一步顺着惯性就蹬出去了呀 你们去看看那个谁 拉克什亚 他全是我那个两步一冲 那因为他就喜欢后场进攻 好 这是我的脚下要跟球速配套 你要知道的是 你只有一步的时间 如果我在中半场杀完之后 我做一个交叉步 人就要脱位了 他这个时候抽后场变现 我都基本没有什么余量 我人已经来到中场了 你就压他个启动步就可以了 那你说大步子和小步子 哪个好 他不都得要吗 启动也是一样啊 如果这一趟我打了个高远球 来 咱就打半场就行 来 我打一个高远球 兄弟们看好 你觉得有必要吗 他这个时候加速怎么办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就不用交叉步了呀 我手上打的是一个慢球吗 OK 就是这种东西了 那什么时候可以出 哎 交叉步呢 你看我的位置和发力需要 来 大高远 到位点啊 我轻点 我球速到位了 那这个时候我再慢就不合适了 明白吗 就是我看我打了什么球 我的位置在哪 比如说刚才我来讲这个大步和小步 杀完球 球速很快 明白着我只有一步的机会 出了并步就没有大步 出了大步肯定并不了 那这一步我能否回到我一个该在的位置上 那就是好步 并一步到不了 它是稳 稳没有用 我脱位 我稳了人家挡完 我上去就明着给人挑 那我杀他干嘛 我在中办厂杀完 往前跑步就过了 我不需要那么钱 人家冲回来打个元王顶路还挺难受 那我就并一步 所以大步法小步法都得会 怎么到现在大家在我的直播间还要讨论 什么前交叉好 并不好 还是后交叉好 各有各的特点 不同的情况都要是不同的步法 你就不要再讨论大步小步 就是看情况需不需要它 肯定都有它的特点 它都得会 你得融入到你的技术和你的配速中 听好配速 如果你的球速快 位置烂 你现在需要的就是打位移 总结了 话重点 如果你位置差 你打的球速还快 你现在需要的是 打位移 然后如果你位置特别好 打的球与快与慢 都可以 都可以用小步来调整 这是重点 那可能也会有人反问 我虽然现在位置差 我打快球 但是 我打的是远往球 我有逼迫对手 往后发力的效果 能约束他 不让他放网 但你依然要清楚 你的位置很差 你还是要在 他击着球 那一刻 你要能回到一个止境的位置 他还是需要一个大位移 明白吧 为什么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高级